在之前的课程中 我们学会了路易斯结构式的画法 也运用它来说明分子物质的间接方式 相信大家还记得在之前的课程所提到的 原子会透过价电子得失共用的方式 来模仿钝器的电子排列 其中透过价电子得失的就是离子键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哦 最简单的离子键组合为 金属元素与非金属元素的结合 这两种特性不同的元素 为什么会组合在一起呢? 其实啊 这就跟谈恋爱的道理非常相似 当两个人的个性不同 却能够满足彼此的需求时 会使得对方更具有吸引力 金属元素与非金属元素 各自具备了什么吸引对方的特性呢? 接下来我们将会用电子转移的示意图 与路易斯结构式 来说明离子键的形成过程哦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 金属元素与非金属元素的特性 金属元素较容易失去电子 成为带正电的阳离子 非金属元素则较容易获得电子 成为带负电的阴离子 于是当这两种东西遇在一起时 就会成为一种各取所需的关系 金属元素将价电子转移到非金属元素 而形成阴阳离子 满足八余体法则 并且以静电引力互相结合 这种利用阴阳离子之间的吸引力 而形成的化学键 就称为离子键 举例来说 金属钠原子与非金属绿原子反映时 钠原子会非常容易地 将自己唯一的价电子转移给绿原子 使钠原子的电子分布与奶原子相同 绿原子的电子分布与亚原子相同 分别会形成钠离子与氯离子 它们在以阴阳离子的静电引力组合在一起 而离子键所组成的物质 称为离子化合物 在离子化合物的固体中 无数个阴阳离子相互堆积 会形成稳定的结构 称为离子晶体 在离子晶体的结构中 阴阳离子会有固定的排列方式 大量的阴阳离子互相交错排列 并堆叠成安定的结构 因为有着这么多互相吸引的阴阳离子 在晶体中堆积 所以会使整个晶体 有一些物理性质上的特色 例如熔点和废点都非常高 像是常见的离子化合物 如CSBR、CACL2、NACL、MGO等等 都具有相当高的溶点和废点 因此这些离子晶体在常温常压下 都是以固态存在 除此之外 因为离子晶体中相同电性的离子会互相排斥 所以当离子晶体受到外部敲击时 会因为这股相斥的力量而破裂 使它非常容易碎裂 所以没有延展性 同时 也因为这股吸引力 使得离子晶体中的离子在固态时 处于特定的位置而无法移动 因此缺乏导电性 除非将它溶于水中 或是加热成熔融状态 离子才能自由移动 这时才具有导电性 接着我们来看离子的种类 离子化合物的组成 除了金属的洋离子 和非金属的因离子之外 还可能由多元子离子所组成 像是属于洋离子的氨离子 还有属于因离子的硝酸根 这张图表上面 是在离子化合物中 常见的阴阳离子 大家要将它们的化学式 与中文名称记熟哦 来复习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东西吧 金属与非金属原子之间 会发生架电子的转移 使得金属失去电子 成为带正电的洋离子 非金属得到电子 成为带负电的因离子 透过阴阳离子间的互相吸引 形成离子间组成的离子晶体 有溶点废点高 缺乏延展性 固态不导电等性质 另外 离子化合物 也可能是由多元子离子所组成的 而在课程中有提到 金属元素较容易失去电子 非金属元素较容易获得电子 因此两者可以各取所需 结合成离子化合物 那么让我们来想一想 如果两个同为较容易获得电子的 非金属元素 它们又该怎么结合 才会符合八语体法则呢 下次的课程 我们将会说明 由非金属元素之间结合而成的 分子化合物 它们是如何形成的 接下来是动脑时间 陶瓷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非常重要的使用器具 有一种陶瓷 是以离子键的间接为原理所制造的 因此也具有离子键的特性 虽然硬度高 耐磨 却很容易因外力而破裂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改善这个状况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 接下来